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 2021年11月15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叫北京证交所名罗开示 习近平的政治交易 那么我们今天会开始做一个改革,节目开始调整 我们会在节目开始,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会播报,会简报八条简单的新闻,叫新闻简报 然后我们再开始,开始进行主题 我们开始进行的主题会有一个box 就有点像sidebar 就是 对新闻主题进行一个解释或是背景性的介绍 所以我们进行一个节目的调整 这是我们也是今天 迟到的原因 非常抱歉,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今天的新闻有八条简报,第1条 11月15号晚上8点 就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7点 美国总统拜登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视频会谈,这个时间应该是 星期二的上午 星期二的上午8点 也就是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的晚上7点 西部时间的晚上4点 下午4点 也就今天下午4点 视频面对话 这个视频会谈算是一个面对面的直播 白宫在会谈前的简报说 拜登会直接告诉习近平 他期待习近平遵守 国际规范 包括科技、贸易、国际组织 到海洋等领域,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这可以看得到 拜登政府还是在寻求 首脑峰会式的这种 政治施压的模式 这是第1个 第1条新闻,第2条新闻 这条新闻非常重要,但是好像大家都错过了 11月13号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全球 签署通过了一个大会决议 这个决议叫格拉斯哥 气候公约 也就是联合国签署了一个新的 气候公约 这个公约内容包括什么呢,包括推动各国巩固 在2030年的减排目标 逐步 逐步淘汰 其实呢,他最后把这个淘汰改成什么呢 减少 燃煤发电 取消补贴低效的化石燃料 富有的国家把协助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经费 至少提高一倍 然后致力于 力争全球气候增加 气温上升1.5度的目标 共识就是各国再次检讨减排措施 那么明年会再讨论,这个就是关于 气温上升1.5度的目标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个成果表明什么呢 表明全球在气候变化上面的立场取得了一致 虽然呢 虽然原来的目标比较高,现在稍微的放低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燃煤 燃煤的问题 这是第2个,第3个 11月14号 这个国务院网信办发表什么呢 发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这个征求意见稿很重要,这个安全条例非常重要 它有四个方面 对这个 对这个数据商进行管理 一个就是 所谓的关系到国安,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的 领域,那么数据平台 数据平台 要进行合并,重组,分拆,都需要进行 安全审查 这是第1个,第2个 100万以上 个人资料的这个平台 你要去海外上市,都要进行安全审查 第3个就是影响到国家安全 那么去海外上市 都要进行安全审查,包括香港 第4个 还有其他 中共就会把其他 把所有的权力放到其他里面去 它影响非常大,这个一个是影响上市 另外一个影响这些 互联网平台的日常运营 所以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网信办 通过数据安全审查 把所有的 互联网平台 的运营全部捏在手里 这是第3条 第4条 11月15号,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发表报告 2020年到2021年度,这个学年 美国高校已经注册的国际学生是 91.4万 比上一年度减少了15% 这也是2015年到2016年以来 第1次 跌破100万 美国的国际生 那么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也减少了 也是减少了多少 14.8 基本上跟国际生减少的幅度一样 占国际生的比例是34.7 报告里面说国际生首选 是谁 纽约大学 第2 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第3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三个,国际生首选的三个学校 一个在纽约,两个在纽约,一个是纽约大学,一个是各大 另外一个是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这是第4个,第5个 疫情 疫情 11月14号 卫健委公布新增病例是32例 大连占25例,所以大连现在是 大连现在是这个集中爆发 然后是副总理孙春兰12号 11月12号 去了大连 他说这个大连现在是紧要关头 要果断处置 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 还是原来讲的那个冷酷链还在传播 另外 北大 风 东门南门已经封掉了,有两个宿舍已经封闭,但是北京的这个疫情没有爆出来 这是第5个,第6个 11月12号 江西省上饶市 他们有一个 姓傅的这个 女子 在微博上留言 她在这个酒店隔离期间 那么有穿防护服的这个防疫人员 破门而入 入到她家 把他们家的宠物杀死,用这个 铁棒 把他们家宠物狗打死 非常的残忍 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在整个的 整个的互联网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回应 大家都在都骂,基本上都在骂 然后政府回应,政府又做了回应,说这个 将宠物无害化处理 杀死,叫无害化处理 然后就是这个无害化处理又成为另外一个 网络敏感词 就是 把他杀死,叫无害化处理 大家记住这个很重要 第7个 就是10月15号 这个有媒体报道 说台湾在香港的资产 那么被没收了 被没收了 陆委会主委邱泰山 说 没收的 其中包括什么,他们在香港两处资产 一处是在尖沙嘴 是由这个海华基金使用 作为办理招生业务的场所 另外一处是在泉湾的校舍,校舍用地 现在是出租给了晋惠大学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媒体报道说已经被没收了,但是陆委会又说可能是 可能是议策 这是第7个 第8个 就是关于这个万达 万达的老板 王健林 王健林 突然有一天 今日头条有一个博主叫深庸大海 发一个留言说这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11月14号 下午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 是凌晨出来的,11月15号凌晨 然后上午10点 万达集团发新闻稿 说这是谣言 然后就说这个王健林 15号在主持万达集团的创新工作 推进会 反驳这个王健林的死讯,说已经报警 大概就是这样 这我们今天 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期节目呢会在 开始的 大概会用个 五六分钟,今天有点过了时间长了一点 五六分钟简报一下 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的新闻,我们会向大家做个简报,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主题叫 北交所 讲北交所 北交所11月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名罗开市 那么 距离习近平宣布成立北交所 只有多长时间 74天 74天 习近平9月2号宣布成立北交所 准备筹备主北交所 然后74天之后,北交所就 就 名罗开市 那么在第1批81家上市公司,其中有 10个新股 这10个新股 开盘5分钟,全部 这个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涨幅从 127%涨到了 到396% 就等于涨4倍 那么北交所的第1天不设涨跌幅限制 但是呢,实施临时停牌机制 当这个盘中这个涨幅 上涨或者下跌达到30% 60% 那么实施临时停牌,每次停牌10分钟 那么之后呢,因为第1天开始 之后呢,北交所的涨 涨跌幅度 是30% 那么在这个主板 上海跟深圳 主板是10% 10%涨跌幅,这个北交所就大,30% 那么除了10个新股之外,剩下的81个 81家上市公司,平移到 北交所的精选层 那么这些精选层大部分都是在涨 那么涨幅最大的叫德仲汽车,涨了20% 跌的最多的,还有跌的 跌的最多的是龙竹科技,跌幅是9.26% 那么11月的14号 财政部 和这个税务总局 明确 北交所的税收适用政策 那么新三板精选层的公司 转到 北交所上市公司 那么涉及到创新层的挂牌,通过公开发行股票 进入北交所之后 他们涉及到上市公司的个人所得税 和印花税 按照什么,按照新三板适用的税收规定 然后投资者就把这个视为重大利好 什么意思呢 新三板 等下我解释什么叫新三板 申请去 上海 和深圳 上市 IPO 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很厉害的啊 然后才能够,但是呢 你去申请去北交所上市 这部分的税免税 这个利益很大的利益 这是个重大诱因 然后在这个 所以呢为什么今天会涨,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 给一个利好消息 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说这个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 北交所的董事长徐明说要积极探索融资方式 交易产品 和创新工具 便利投融资对接 那么11月的10号 全国 股转公司官网 10家 10家公司合格 也就是说 当天 就是今天,今天会有10家 这个从这个新三版的 这个精选层 选出10家 新上市 那么也就是说 北交所开市的时候 总共的上市公司 81家 81家上市公司涵盖 25个 经济类 包括什么呢,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高科技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 战略新兴产业 就所谓的专精特薪 专精特薪 而且有16家 被国家级认定 专精特薪 专精特薪这个东西被国家级认定 好笑吗 非常搞笑 然后呢 北交所呢,个人投资者有门槛 有多少门槛呢 就是 资产要50万 两年证券投资经验 就是你要有50万的钱资产 然后有两年证券 就是炒 炒股票的经验 科创版呢 也是两年经验,50万资金 科创版在上海 创业版呢 门槛最低,10万 只需要10万,你拿10万现金 现金来就可以炒股票 那么截止10月12号 有210万投资者 合格 开通 申请开通 那么开市之后预计 可以参加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 有400万 然后有112家 券商 合资格成为 北交所的会员 11月12号 证券会公告 批准了8支 这个北交所主题的公募基金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公募基金的资金 去投资北交所的股票 现在就是投资于精选层 公募基金的总共有31支,其中有10 来自13家 基金公司 那么 议会满 讲了几句话,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他核心的问题要求北交所 要错位发展 突出特色 然后 11月15号今天 北交所开幕 然后 深户股市怎么样 深户股市全跌 户股市跌0.16%,跌的不多,也跌了一下 深层指是跌0.47% 创业版跌0.82% 总之就是跌 人民银行帮点忙 那么今天人民银行 1万亿 1万亿的这个MLF的操作 那么就是还有100亿的逆回购 我们评价一下 评价于北交所 北交所出来对中国股市到底怎么样 北交所出 北交所的出现 对中国股市将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讲 先说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北交所是新三板 新三板的任务是什么 新三板的任务,其实新三板是一个 不上市的 中小企业的融资平台,他们不上市,但是他的股票可以在 上面买卖 然后等这些企业 慢慢的成熟之后呢,他就跑到哪里去 他就会去创业版 就是 这个深圳的创业版,也可以去上海的科创版 他按照他的定位去分别 去两个这个创新版 板块 也就是说第3版 他本来是为了 第3版是为这个 深圳跟上海的两个创业版 输送上市公司的 结果北交所一成立之后 就不用去上海,也不用去深圳了 直接在北京上市就好了,北交所上市就好了 这等于这两家上市公司呢 他的上市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源头就没有了 他就得自己找,另外再找上市公司了 大家知道上市公司 要找这些上市公司的源头 那是要付出很大的时间 他需要一个接口 他没有突然这个接口给切断了 自己上市,这是第1个 这是第1个关键的 问题 那么对北京 对上海交易所跟深圳交易所来说 这是一级重创 这是另外一头 大家知道 股市上的资金差不多是固定的,稳定的 你比如说股市,现在在市场上 资金有100块钱 一个是上海交易所,一个是深圳交易所 那么这100块钱,上海多一点,60块钱 深圳有40块钱 市场资金规模就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你突然跑出另外一家交易所 这交易所,资金有没有增加,资金没有增加 资金从哪里来,投资者口袋里来 结果你蹦出一个北京交易所 变成三家了 三家怎么办,三一三十一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北京的上海的跟深圳的 股市 都要往北京流动 当你往北京流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两家 市场,这两个市场的资金在减少 那也就是资金面会面临减少的压力 所以资金面会面临重压 也就是说 现有的股市 中国股市 将会遇到巨大的资金的压力 这是第2个 第3个 市场资源 我们讲股市不仅仅是有股票 也不仅仅是有 资金的问题 他还有大量的思想资源的人,你比如说 这个投资者的关注 我原来看两个股市 我看深圳的上市公司,看这个上海上 突然蹦吹个 北京交易所,我在这看北京的这两个我可能 就错过了 这市场的关注度 就分泊了 所以市场资源包括什么呢 包括投资者的注意力 包括资金 包括上市公司 包括这个 证券机构,你比如说基金 对吧,基金我原来100个亿,我投在上海跟 深圳两个市场 而你这个一上来,你 出了一个北京交易所 我这100个亿得 腾出一部分资金去投北交所 那你机构的资金就会减少 还有证券公司,证券公司 原来的你的人员分布 这个投资的 许项就不一样 所以市场资源会被贪薄 那么现在中国的股市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什么状况 现在中国股市面临状况它是非常脆弱的 造成现在股市脆弱有几个核心的 原因 第一个我们讲背景 背景,大背景当然是经济下行 经济下行是整个股市现在面临压力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因为当你经济下行的时候 你所有上市公司的业绩会走下坡路 你业绩走下坡路,你股市会有压力 这是一个背景 第2个背景 就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去年开始 开始干嘛 去年开始 去杠杆 去杠杆是个大背景 这个大背景对资本市场来说是有压力 就这两个背景性的压力 那么这是一头,另外还一头 另外还有两个技术层面的压力 第1个技术层面的压力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搞不好,结果是中国的中概股 中概股面临退市的压力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国企 中字头的国企 从美国股市回,回中国上市,你比如说 中国电信,中移动,中联通 在中国股市 回流 回到中国股市 那你回到中国股市那汇合,说三大 电信股在中国股市汇合 讲是讲汇合,其实是围猎 围猎什么,资金 他每回来一次,他要融一把资 每家这些中字头的大 大型央企 回流中国股市 那都是一大笔钱 融走一大笔钱 那原来是在美国融资 现在跑到中国国内来融资 那这个钱又少了 对吧 这是一块,但是他形成什么 形成 他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供应 上来就 这些大厂 这些国企央企,体积非常大 对市场来说形成压力 这是一头 另外还有一头 就是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企业呢 本来这两年呢是准备回流的,为什么 他们在 他们作为中概股在美国的有的交易量 交易 并不活跃 他不活跃呢,他股价就不高,大家知道一个资产价格 跟什么有关系 跟交易量有关系 交易越活跃,他的价格会越高 交易越不活跃,他价格越低 那么很多互联网企业是准备 回到A股市场 结果碰上了什么 碰上了打击互联网 这互联网一打击下来 这些企业就尴尬了 我回还是不回呢 我回来,这个叫什么 这个打击这个反垄断 天天敲打我 不回来 不回来的那头又要 又要退市,有退市风险 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进退两难 我们把新闻讲完 我们来讲讲 习近平的政治交易跟北交所 为什么要讲北交所的成立 是习近平的一场政治交易呢 我们来从头来讲 话说从头 9月2号习近平在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 峰会上宣布 中国将设立 北京证券交易所 他做这个宣布的时候 整个市场非常的意外 因为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的风声 没有任何人听说过 有一个北京交易所这回事 是突然跑出来的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中国已经有两个交易所 是不是足够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你搞10个交易所都行 但问题是 你另外再设一个交易所 而且这个交易所放在北京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那这个 大家知道中国是政治决定经济 那北京作为一个首都 这个交易所在北京 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政治意味 这种政治意味它有特殊性 它对另外两个交易所会形成压力 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在酝酿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上海跟深圳就应该会向北京那边做工作 就有点像游说 阻止它发生 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但是你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酝酿 直接对习近平宣布 那么这件事情北交所它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北交所 北交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北交所其实就是新三板 新三板获得一个正式的 证券市场的身份 新三板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那么大家知道原来有个深圳交易所有个上海的交易所 那么这两个交易所都是正式挂牌公开挂牌交易 就是证券的股票交易所正式的 那么新三板就有点 来路不正 就是 它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股份的转让平台 它的股票也上市 也交易但是不叫上市 它也挂牌交易 但是不叫上市 它只是叫你公开转让 也叫你发行融资 但是不叫上市 这就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上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些主要的基金 就不能够买卖 因为基金也好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社保 社保基金就不能买卖 很多公募基金都不能买卖 所以它就很难过 因为没有这些公募基金 这些大的基金进入 它整个市场就不活跃 而且呢 很多企业也不愿意跑到你这来挂牌 因为不算上市 那你现在 把这个 新三板 由这个叫什么 由这个中小企业的转让平台变成了一个交易所 你就穿上了正式的制服了 就是有身份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意义重大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新三板 我们从新三板开始讲 新三板叫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它的定位就是非上市的股份公司 它的股票公开转让 和发行的平台 这个平台其实很早就有 那么基本上是和 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 差不多同时出来 1990年 12月 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叫stack 系统 stack 系统就开始运行 我当财经记者我跑的第一单新闻就这条 叫stack 系统 stack 系统后来到了93年呢 就改 调整 它改模式 就改名叫什么呢 叫中国证券 交易系统 中国证券交易系统 叫net 简称叫net 系统 net 开始 升级到net 系统 然后到了 到了99年 99年就因为 深圳股市 上海股市 开始越来越畅旺 这个系统就开始 停止运行 停止运行怎么办呢 但是 这个系统呢 net 系统也 stack 系统也好 它已经有一批股 股票在上面交易了 那怎么办呢 好那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 成立一个中国证券业 协会 办了一个叫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就把他这两个系统上面原来挂牌的公司的股份 放到这个平台上面去交易 叫转让系统 股份转让系统 这个公司转让系统 到了2006年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在中关村 科技园 就把他变成了一个股票转让系统 就把这个中关村的科技园的 公司放到这里面去试点 到了12年 就筹备 全国性的场外交易系统 或者叫柜台交易系统 就叫什么 就叫新三板 新三板是在2012年的7月 国务院批准成立 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 那么原来的 这个证券业 证券业协会 主办的这个 股票代办的股 股份转让系统 全部就搬到这上面来 那么然后 这个2012年的7月 就把这个原来只是这个中关村科技园的公司 在这里上市交易 扩大到所有 扩大到 中关村科技园以外包括新疆的滨海 天津的滨海新区 上海的张江 还有武汉东湖 三个 科技园 公司可以跑到这里面交易 上市交易 公开转让 然后 然后呢到了2013年的1月 就是现在叫的金三板 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运营 就是新三板就出来 新三板到了20 2013年的6月 就开始调整它的模式 调整它的模式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一个有不同的模块的交易系统 然后呢就扩大到全国 扩大到全国 其实在2012年的年底 就开始扩大到全国 2013年扩大到全国 那么不同于这个深户股市 新三板 对企业上市的要求非常低 主要的硬指标 就是经营满两年 然后它不设涨跌幅 所以价格波动非常的激烈 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新三板对投资者有门槛要求 我刚才讲 50万加两年 所以它整体的活跃度低 然后呢 因为它不是正式上市 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都不能投资 所以它活跃度不高 好 那么 2019年 新三板改革 新三板改革才会有今天的北京交易所 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把新三板变成三块 一块叫基础层 一块叫创新层 还一块叫精选层 精选层呢 就会跑到创新 上海的科创版 和深圳的创业版 就是一层一层上去 慢慢的 每个级别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北京交易所就是精选层 就最高这一层 就直接就当自己上市 所以所谓的北京教育所 其实就是新三板的 精选层 把整个的交易系统 交易规则交易模式 装进去 就成立的 叫北京交易 所以呢北京交易所呢 就从 就是 北京交易所的成立就等于把 新三板从全国第3个 证券交易场所 升级到了一个独立公开的 证券交易所 这就有了什么 就有了正式公开的 身份 那么我们要讲新三板 要讲他的什么呢 要讲他的老祖宗 就是stack系统跟net系统 是谁办的 谁办 联办 他的老祖宗叫联办 就是 搞 就是帮助成立 stack系统 包括深圳交易所 包括上海 交易所 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叫联办 联办的全称叫什么 叫证券交易所 研究设计 联合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是个非常奇怪的 机构 这是一个介乎官方机构跟民间机构之间 发起人呢 是9家全国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989年3月15号成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成立的 这张照片 叫联办成立签字仪式 这个仪式他是在3月15号在北京香格里拉 饭店 举办的这个成立 成立仪式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签字仪式的这些人 念给大家听啊 坐在前面牌签字的这个人 第1个人叫郑顿逊 第2个人叫赵志坚 第3个叫冷林 第4个叫龚承喜,龚承喜是联办成立的关键人物 第4个人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往右边看的那个人 这个人看过去,大家不大看得到他形象,这个人一个很重要 这个人很关键也很重要 他叫王岐山 然后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头发有点金黄的这个,有点像老外 那就是全国工商联的主席叫金苏平 还有个是 跟着就是 杨 杨贤祥 杨贤祥旁边的那个人 就是 叫 这个人叫 贾鸿生 贾鸿生也非常关键 他来自,他代表谁呢?他代表康华公司 有点年龄的人都知道,康华公司是谁 是邓普方的 然后另外一个,最边上,右边这个,最右边的这个人 叫张小斌 张小斌是联办的秘书长,也就是他是这件事情的操办人 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联办是怎么成立的 联办成立是源于什么呢 元1988年9月8号 开了一个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的召集人是谁?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是中农姓的总经理 叫农口,我们叫农口 总经理,还有一个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一个是王岐山 王岐山是领头的召集人 还有个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叫刘洪如 刘洪如就是后来的 中国证监会的主席 刘洪如 另外一个就是操盘手 就是操办人 中创公司的总经理 张小斌 中创在这件事情上掏了10万块钱 当时10万块钱很多的 就做 就是叫什么 开办经费 还有一个人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也很有名 叫周小川,周小川当时是外经贸部的 部长助理 他们开了个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上面呢 张小斌呢就介绍了 他和王岐山 还有一个 工程席 应该大概前后应该有六七个人 起草的一份东西,什么东西叫 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 耳熟吗 现在的北京 交易所 那个时候1988年,他们就已经写了一个这样的建议书 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就慢慢的被 这个建议书就递上去 递上去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但是后来 副总理姚依林 姚依林当时是主管 经济的一个副总理 姚依林 姚依林支持他们 就推进这件事情 王岐山是谁 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 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往前走 然后就成立了什么 成立了联办 我印象中姚依林当时就是中央 中央财经委的副主任 主任是谁 主任是总理赵紫阳 然后这个 联办成立之后 其实联办发在联办当中 主要的活跃做事情的人 是一帮什么人呢 是一帮外交口的高干子弟 外交口 领头的 是王岐山的一个小兄弟叫王波铭 王波铭是 王炳南的儿子 就是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子 他的哥哥 很多炒股票的人 叫王冬铭 王冬铭是中信证券的董事长 那么还有一个 也是外交口的 叫张之芳 张之芳是中国驻美大使张文静的儿子 另外还有一个叫戴小金 戴小金王力这都是 联办的 一票 股干事 股干 联办参与了几个 第1个他们自己 成立的 叫stack系统,stack系统是联办直接自己办 联办也参与了 深圳交易所 上海交易所 整个交易所成立的策划过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来到了 到了当时 联办成立20周年的这个晚会上 谁参加 王岐山肯定是参加 王岐山参加 那么王波民自己就在 这个会上 说 说当初 联办成立 是怎么开始的 就是王岐山跟张小斌 就是联办的秘书长 张小斌 吃饭 吃一顿暴赌 在暴赌吃饭的饭桌上聊出来 联办这个事 联办后来到了1991年就改名 叫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但是呢简称还叫联办 挂靠在哪呢 挂靠在提改委 提改委 由提改 由提改委主办 后来到了2000年 这是91年2010年之后 王岐山做提改办的主任 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关联 联办呢 虽然是我们讲他一直在参与 参与这些证券市场的设计 研究设计工作 但是联办真正成名 和有所成的并不在证券市场 他也有联办也有自己的券商 证券公司 但是真正出名的是什么 他在媒体领域的这种影响力 92年 联办成立一个证券市场周刊 炒过股票的人都知道这份周刊 这个周刊当时影响非常大 当时基本上他是 仅次于 读者的一份杂志 非常厉害 证券市场周刊 1995年 成立了什么 成了个核讯网 很多人都在用 当然最影响最大的就是1998年成立了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当时的 当时的社长 就是王波民 总经理是戴小金 就是我刚才讲联办 还有一个是谁 王力 其实他们整个联办的主要力量 在办媒体 那么总编辑是谁 就是现在财经 财新网的 这个总编辑 胡舒立 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舒立 财经杂志成立了以后就 有一系列的重大报道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鸡金黑幕 比如说银广向 比如说鲁能 这个新闻报道力度非常大 而且 而且 全部都是 其中鲁能这个封面故事 报道 直接讲的是谁 讲的是曾庆红的儿子 曾庆红的儿子 用两家公司 北京的不知名的小公司 收购了鲁能集团 这个 财经杂志给他爆出来 大家想一下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曾庆红 如日中天 财经杂志给他爆出来 背后是谁 背后就是 王岐山 所以这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 从联办 到财经杂志 当然后后面就是到了 我印象中是09年 胡舒立 离开财经杂志 去自己创立了 财新传媒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财新网 财新网就是胡舒立另外建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胡舒立跟王岐山的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财经杂志开始 所以但是他们 你可以看到这个 王岐山 和 这一票 北京的这比较高干子弟 他们之间的关联 是很密切 非常密切 你可以看到联办 联办 就是 王岐山是其中联办的 你不能说他 只是他创立的 他是参与的 他是主要的支持力量 为什么 因为姚依林当时是 姚依林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他支持这件事情 王岐山就是他女婿 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 这些关联 那么这件事情的关联 我们再翻过来 再来看 北京交易所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 就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 第一 习近平9月2号 宣布 北京交易所要成立 那么 六中全会 11月 中开 中间差了 两个半月 中间差两个半月 那也意味着什么 这是第1个背景 第1个背景 而且 北京交易所一点风声都没有 说成立就从 天上掉下来 石头里蹦出来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六中全会 习近平要搞一个第3个历史决议 这第3个历史决议 我们在这个节目 之前我们就讲过 第3个历史决议一定会遇到剧烈的 党内的反弹 为什么 因为 当你去讲一个新的立场的时候 意味着对其他之前的立场 我们不能说全面的否定 但是你肯定是边缘化 而 其中 最重要的反对者 就是江泽民 跟胡锦涛这两派势力 所以呢 当然其他党内其他的势力也会非常的激烈 但是核心的 主要的 主要的势力还是江泽民跟胡锦涛 习近平对经济没兴趣 他从来都没兴趣 他也不懂 但是突然成立一个北交所 而这个北交所呢 他的前身是联办 联办是王岐山成立的 这等于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等于是给王岐山背后的这群 北京的高干子弟或者是太子党 海外叫太子党 给他们一个套现的机会 这是什么 这是你可以看 把这些事情往前推 你就可以看到 习近平做这个动作 当然 是拉住 拉住王岐山 当初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跑到现在这个位置 靠谁 其实靠的是王岐山 他跟王岐山的结盟 王岐山在 中纪委书记这个位置上 帮助习近平确立他的政治地位 那他跟他结盟才有能力和 胡锦涛跟江泽民的势力相对抗 否则他不可能有今天 今天这种权位 那这个动作 你看 我印象中是 今年年终吧 去年年底 去年年底 海航宣布破产 今年年终海航等于就是已经被肢解掉了 大家知道 海航的那个王剑是王岐山的 白手套 那现在成立北交所 北交所是联办 联办的底子 那大量的利益都在那里 所以等于就是 这一头拉住王岐山 那头拢住太子党 主要的目标是谁 主要的目标 就是江泽民跟胡锦涛势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北交所这件事情从天上掉下来 没有经过酝酿 没有经过审视 而且这件事情对股票市场 重大影响 在这个时候成立 股票交易所封了 但他为什么封 封的原因是什么 政治交易 所以你想一下 中国股票市场或者我们叫证券市场 因为这件事情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这种血雨腥风不是无缘无故产生 在中国 这种级别的经济 经济事件 或者是经济版图的变迁 跟什么有关 跟权力版图变迁有关 我们从这件事情就会看出来 这是个完美的诠释 好吧我们今天又讲冒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 基本上讲成这样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改 对我们的节目形态进行一个调整 前面大概用五六分钟 今天超过了10分钟 用了10分钟 五六分钟 简单的讲一下把今天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我们大概安排七八条吧 给大家简报一下 让大家知道有个全局的概念 然后我们会 选择一个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新闻 把它做成一个专题 进行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的后面我们会有一个box 这个box是什么?box就着这个新闻专题 我们会进行一个 小小的解释跟分析 当然今天这个box有点大 比这个主题还大 没再大一个局员 比主人大 还大 没关系 我们慢慢的调整 调整到位 我们希望大家给我意见 希望我们会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节目形态 让大家 能够得到一个更好 更有效 更有利 更有效率 更有利的产品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 我简单的说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观点 北交所成立 莫名其妙 除了标榜厉害了我的国 看不到对经济有任何帮助 怎么看都像习近平 脱贫式的自吹模式 再次告诉大家 远离中国股市 我对中国股市的评价就是 那还不如一个赌场 赌场你还有规矩 赌场是有规矩的 中国股市没有规矩 中国股市是一个 割韭菜的地方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得想一下 你的这个 你厉害还是刀利 镰刀厉害 韭菜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情绪最难理解的是 雄安设立的理由是去除北京 非首都功能 按道理说 证交所不应该设在雄安吗 怎么又设在北京 非常好的道理 对呀 北京交所怎么叫 肯定不是首都功能啊 非常有道理的质问 说明什么 说明雄安是失败的 对吗 理论上来说 你应该放在雄安去 你没有放在雄安 说明雄安是失败的 情绪 习还是农民的思维方式 非得把鸡窝 累在自己窗台下 才觉得稳妥 岂不知当下的中国股市 是存量乃至减量市场 没有了下蛋的母鸡 有鸡窝有啥用 非常对 观点 我记得以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 只要 主要只有纽约一个大的股票交易所和一个芝加哥期货交易中心 80年代洛杉矶开了一间太平洋交易所 但很快因为没有生意关门了 不知道中国怎么支持三个交易所 支持就会呀 可以支持啊 但问题是另外两个会受影响 观点 一味的追求GDP没有用 老百姓关心的是医师住行 有没有改善 医疗教育养老切身利益有没有改善 这才最实际 情绪 王先生把中国股市的来龙去脉 彻底通透 让人窥视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内情 学习了 谢谢 观点 北交所的设立很好地反映出 习近平致力于把北京做大做强 建设他心中的皇城 2011年北京的生产 生产总值只有上海的85% 而今年前三季度 北京的GDP已经超过 上海的96% 按照近年的增速 三年内可以超越上海 这还是北京不断地驱赶低端人口 和极度严格的落户政策下发生的 未来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若想要有大发展 应该尽量到北京去 接近权力中心 说明什么 说明两点 第1点 权力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缩小了 是扩大了 说明这个 这是第1点 第2点 说明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的GDP在膨胀的原因 观点 感谢王老师辛苦了 疏通出这么精辟的矮骨脉络 身在墙内的小韭菜 掌心了 OK 观点 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政治版图 非常对 非常正确 中国的经济版图 就是政治版图 所以我经常讲 上次是在会员节目吧 会员节目有网友问我 说这个 说怎么看 怎么看 中国的好的企业 优秀的企业家是哪些 你觉得哪些是优秀的企业家 我当时的回答就是 中国有你看到的企业家 你看到的企业 都是成功的企业 但他不是优秀的企业 你看到的在中国有光环的企业家 都是成功的企业家 但他不是优秀的企业家 为什么 因为中国 中国你见到的这些企业都是成功的企业 这些成功的企业并不因为他优秀 并不是作为一个企业 他是个优秀的企业 而是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他获得了成功 中国的现在的成功的企业家 他80%的时间在干什么 在陪官员 在跟政府打交道 优秀的中国成功的企业 都是跟政府打交道的企业 或者获得政府背书的企业 所以他不是优秀的企业 但他可以成功 基本上你见到的 成功的企业 都不是优秀的企业 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商品市场 你买到的东西 一定不是价廉物美的 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没有优秀的企业 跑出来 跑出来的都不是优秀的企业 鸣谢 今天的新闻短报既有帮助又有帮助 恭喜王先生 再一次成功的优化了节目 谢谢 老罗王新的一周,期待这个原地学习进步 谢谢 我们会优化这个产品的形态,把这个产品形态慢慢的把它履成熟 然后就用这个形式往前推进 我也希望 各位网友多给我 多给我意见 我们可以不断的 不断的把我们的节目推到更新更好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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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